肌肉的产量减少 市场供不应求 国内肌肉价格近来不断飙涨 对此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纳都斯里·罗纳建迪表示 其中一个原因是和进口饲料有关 由于畜牧业用的玉米原饲料 长期依靠海外进口 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波动 进而导致食材价格上涨 贡猬物贩团 人口目是汎拿来述 接下来的汎料 汎料放松 汎料放松 地皮静子 汎料放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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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纳建迪今天出席几大洲大规模稻田计划推荐李时透露 政府正制定一项新政策 鼓励国人种植玉米未来能够自供自足 减少进口饲料才能够稳定鸡肉零售价 他也表示由于政府无法降低进口玉米的价格 为了减轻鸡农的生产成本 政府首次采取应对措施 为鸡农提供为期四个月的鸡肉和鸡蛋补贴 总津贴耗资超过5亿令吉 由于当局还在监控鸡肉价格 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会延长补贴